有人形容独处像一片叶子 一个人看书 旅行 到处走走停停 然后默默地凋零枯萎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 独处是生长在大树上的一片叶子 在枝繁叶茂的热闹同时 也能保有完整的自我 至少我一直是这样努力生活着 这是一部关于叶子与树木共存的记录 就算是一片叶子 也要努力地保持自我 我 刘若英 独处并相处着 谢谢大家